今天大家聚集在這裏 又或者7月1號大家會去參與遊行 參與留守 是誰決定的? 就是你們 就是大家自己決定的 這個意義的巨大在於 它令到我們 令到你們 大家都明白到 原來我們是不需要等任何人的行動 我們自己直接就可以行動了 政府那邊以為搞諮詢 用來做援兵之計 言辭意到 就可以配搬冷水下來 有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這個偽民主派 那個泛黑會 召集人出來說 就來改造泛統會了 已經改造了 但是我們會不會因為它不會呼籲 我們不來啊 我們沒有啊 我們在這裡 是嗎? 是 這全部都是我們群眾自發 我們對於這個社會 是有一個期許 我們要求民主 我們不可以被惡法去拖延 我們的民主的期望 也都不可以拖累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我們走了出來 給大家一個掌聲 好嗎? 香港民主運動搞了很多年了 真的搞了很多年 每次 每次很多團體 走出來跟我們說 我們已經要求平反什麼 平反了二十幾年 我們要求爭取什麼 爭取了幾多年 很多人 會將這件事 拿出來告訴大家 很激昂地告訴大家 我們已經奮戰了幾多幾多年 但最後有沒有搞過 每次一講到這個年期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非常之傷心 為什麼要搞這麼久呢? 其實沒有人喜歡去搞抗爭的 今天來到這裡 去集會 我們是出於公義 出於明白這個政府 漠視我們市民的意見 我們必須要走出來 但是 沒有人是為了嗜好而來的 是嗎? 是 我們不是喜歡這樣做 所以才包圍這裡的 是 我們要包圍一個地方 有更多好玩的地方 讓我們包圍吧 為何要包圍這裡熱烈烈烈 又危 又悶 又沒有英俊看 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是嗎? 是 我們出來 是因為你逼我們出來 我們出來 是因為我們作為公民 每一個都有義務 應該要走出來 告訴這個政府 人民是最大的 人民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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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一個只得11歲的小朋友 剛才都告訴我們 政府請了太多狗官回來 現在我們面對的情況 是什麼? 官逼民反 官逼民反 我們其實要求的東西 是很卑微 我們只是要回一個選舉權 不要惡法 但是 現在在議會裡面 探著冷氣 那幫的保皇黨 公林組別 一幫廢柴 有沒有聽到我們的聲音? 好 所以 由昨天開始 到今天 到明天 就是 特首會來 我們呢 要起到 告訴他 他做得不稱職 不要再大聲 說他要做好這份工 我們現在 人民要求他 下台 中英權下台 中英權下台 林公公下台 林公公下台 我們趕了回去 餵鯉魚 鯉魚都未必吃 昨天呢 其實呢 我都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很民生的議題 也都不是一個很直接可以令到大家很有切身感受的 例如地產霸權 諸如此類的議題 反對惡法 反對這個替捕機制 其實它有一個 比較複雜的一個法理的問題在裡面 但是竟然都號召了這麼多人 昨天我回去看一些電視新聞的片段 也都有不同電視台的記者訪問 處身於現場的民眾 他們都很簡單地說得出 就是說我們是不需要去假的指訊 我們認為這個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逮捕機制 是違反公民社會的常識 違反憲法 很多很多民眾都很深切地理解到我們集會的目的 而來到這裡參與這個行動 這個令人相當感動 這個呢 就是說政府呢 推行多少次 給多少錢出來搞國民教育呢 都不及我們搞一次七一遊行 七一三天下圍攻是不是 就是那個公民意識 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不斷地抬頭 那在這裡呢 其實呢今天畢竟都是做節目 除了喊口號之外呢 也都講回一些形勢的分析 這個我們要出來 反憑保機制 強烈要求林瑞倫下台 當然就是出於他的條例這個方案 基本上不合理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由這個他最初推出一個憑保機制 遭到市民的強烈反對 議員的強烈反對 然後再去修改 修訂 將那個這樣的替保機制 改為一個遮保機制 但是在期間 大律師公會四度發聲明 指出這樣的法案 是違憲的 這個是從一個法理精神 憲法的精神出發 好了 我們要留意一下 當時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是7月3號 7月7日遊行之後 當特首唐司長 俗稱唐九 唐司長林瑞倫 和很多建制派議員 他們發言的時候 他都說 接受到市民的意見 簡單來說就是爬底 然後他爬底之後 他做出什麼 扮妥協的做法呢 就是做一個假的諮詢 不必要的諮詢 但是他進一步去釐清 將會進行的修訂 他是用什麼方法進行修訂呢 他現在意圖 或企圖 去將這個遮保機制的範圍 進一步收窄 收窄到呢 只是針對 他們設出這個方案 最原本他們想針對的一些人士 也就是說他們口中 說會玩東西 辭職玩東西的議員 他是為了修補這個漏洞而來 簡單來說大家明白嗎 政府已經是赤裸裸地告訴我們 他要針對的 其實不單單是那幾個議員 他要針對的 其實就是我們香港民主最有力 最有機會可以反手圍攻的武器 就是辭職變相公道 一個政府 他為了政治上的考量 為了維持他極權統治的方便 可以妄顧程序的正義 妄顧法規的常識 我們不理會我們香港人 一向對於政府的信任 是奠基於對你制度的信任 是不是 無論是港英時代 又或者回歸之後的時代 我們對於香港政府 對於公務員 對於警察的信任 是來自於什麼 我們就是相信這個地方 是會有制度的 是不是 但是 現在 無論是 由食環處 的胡亂執法 到警方的濫用暴力 到議會 在這個選舉辦法裡面 想盡辦法串空子 去對付反對派勢力 去再再反映了一件事 今時今日的政府 已經不跟我們講制度 不跟我們講規矩 衰過殖民地政府很多 大家要明白 我們出來 去集會 抗爭 反對這個惡法 不單單是純粹因為這個法案 違憲 反治 和罔顧民意 這麼簡單 而是 我們要阻止這個政府 在無聲無息之間 由一個相信制度 相信系統 的一個法制政府 走向一個 他喜歡說 怎樣就怎樣 他由政治目的出發 純粹和大陸一模一樣的 威權政府 對嗎 對 對 我告訴你 曾任權 林瑞麟 你如果跟我們玩制度 玩規矩 民情是不會洶湧到這樣 對嗎 對 就是因為你想建立一個 大陸式的威權政治 你想告訴大家 我要走的時候 就會走 你以為所有香港人都是順民 結果你得出來的是什麼 就是七日二十二萬人 我們香港社會是一個講求法治 而不是我們的爭巴子企圖 擺一些人質的方法在我們身上 現在呢 它對我們施行的是一些制度上的暴力 在抗爭期間 警方也都向我們施加了很多人權方面的暴力 這些 我們群眾都是不能夠接受的 無論是在七一遊行的晚上 我們的留守抗爭 到昨晚的七一山 禮賓府上面 我們見到一些警方 捉起一個人牆 連一位婆婆想去洗手間 都不給他 簡單來說就是弱佬 這些是不是 這些不是人的所謂 真的 有些朋友 在網上就說 他們都是接命令做事而已 但是這個問題 這一班的警察 我們會明白他們在前線做有辛苦 但是 接命令是不是都有條底線啊 對 這裏要講一講 這裏要插嘴講一講 有沒有警察的朋友在裏 你留心點聽著 是吧 以下這段說話 是跟你們講的 沒錯 我知道你們要接命令辦事 但是你要搞清楚 你們警方真正的服務對象 是人民 是港大的市民 是公僕啊 還有 你要遵守的最高原則 是香港的法治 和憲法的精神 你不要以為一句 上司叫你做 你就去做 就算做了一些違反人權 違反法治 違反公義 違反憲法的東西 你不要以為 事後你會沒有後果 二次大戰的時候 大部分去進行酷刑的軍隊 他都是按本子辦事而已 他都是按上司的指使做事 和你們一樣的 結果他們最後都是會受軍法審判的 如果你在這個環境 這個狀況之下 未能明白你真正應該服從的目標 未能明白你真正應該服務的目標 我告訴你 人民審判的日子不遠的了 在這段時間裡 政府企圖告訴他 喂 有諮詢啊 不用走出來啦 其實根本就是他腳軟 是吧 但是 我們千萬不要信政府 或者信一些政客 政棍他們的謊言 以為有諮詢就是好事